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申请他们两年的一个学制 他的开学季是2月和7月 但是假如你本科不是建筑专业毕业的 但是呢你非常想申请他们这个专业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的 你也是需要提供一份个人陈述作品级 另外呢你还需要有一份去证明自己有学习过 艺术呀建筑呀或者是建筑环境呀 或者是设计等相关的一个课程的学习 这个学习的话你可以是在本科阶段的时候 进行一些选修的课程 然后能够记录你成绩单的 或者呢是可以去选择修一些网课 然后拿到结业证 再去申请他们这个三年的建筑设计硕士 接下来是他们的景观建筑硕士 他们的景观建筑硕士呢 也是两年的一个学制 或者是一个三年的学制 两年的学制的话 是需要你本科是景观建筑设计 本专业毕业需要一份个人陈述 另外呢也是需要建筑设计的作品级的 国类双微学生申请的话 也是85%的均分 两四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对于本科你不是景观建筑设计毕业的学生来说 你也是可以申请的 你需要提供一份个人陈述 另外呢也是需要提供作品级的 他们的施工管理硕士课程呢 是一个两到三年的学制 三月和七月开学 将非均分85%就可以申请了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它对于你本科的专业 其实是不设限的 但是假如你本科是施工管理类 本科相关的专业毕业的话 那么呢你是可以申请解决分的 你可以申请他们这个两年的项目 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份个人陈述 接下来是他们的房地产硕士课程 他们的房地产硕士课程是两到三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三月和七月 国内双飞学生申请均分85%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它对于学生的本科背景是没有限制的 申请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份个人陈述 如果你是本科相关专业毕业的话 那么呢你提供一份课程描述 也是可以申请去减学分的 墨尔本大学的房地产硕士课程 是澳洲最好的房地产专业之一 墨尔本大学他们的这个Master of Property 是受到澳洲API 也就是澳洲房地产协会六项认证的 目前它一共有七项认证 全澳的话仅墨尔本大学和西西尼大学 房地产专业有六项认证 所以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的话他们还受到 皇家特许策娘师协会的一个认证 就是澳洲RICS的一个认证 接下来是他们的Master of Urban Design 城市设计硕士课程 它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三月份 把私要求总分6.5 单向不低于6.0 让你本科是建筑类或者是景观设计类 或者是城市设计类的一个专业 需要作品机 接下来是他们的Master of Urban Planning 这个城市规划硕士 这个城市规划硕士 相比于前面那个城市设计硕士的话 它对于学生的本科背景是没有要求的 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份PS 开学时间是2月和7月 雅思总分6.5 单向不低于6.0 下面还有一个课程 就是他们的城市文化遗产硕士课程 这个学制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个一年的学制 对于澳洲很多专业或者是项目来说 假如这个学制是一年内可以完成的话 那么就象征着它的一个录取的要求 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墨尔本大学他们这个项目 它的一个录取要求 第一种你就是完成一个相关专业的 一个三年本科的一个课程 就是拿到本科学位相关专业 另外的话还需要两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第二种录学方式就是你完成一个三年的本科学习 另外呢你还加上一年的荣誉学士 需要是相关专业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完成硕士的 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证书课程 就可以申请 接下来是他们的建筑工程硕士 建筑工程硕士的话 它这个学制还挺长的 是3.5年到4.5年 开学时间是3月份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向不低于6.0 两种入学要求 第一个呢就是 本科是工程相关专业 提供PS 提供作品机 提供课程描述 另外的话还需要学过建筑类 历史的一些相关的科目 第二种入学方式呢 就是你需要是建筑相关专业的学生 然后需要提供PS 需要提供作品机 也需要提供课程描述 需要学习过数学 或者是微积分等相关的一些科目 接下来是我们的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他们的均分要求的话 双飞均分有一个85%分左右 也是可以申请的 墨尔本大学的教育学院 主要有开设教学类硕士课程 就是Master of Teaching 另外呢还有开设 TISO课程 还有Master of Education 就是教育学硕士课程 另外呢还有一些关于教育相关的 心理学硕士课程 以及教学管理类的硕士课程 目前墨尔本大学教学类的硕士课程呢 有开设幼教和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 但是目前来说 这四个Teaching的项目的话 只有Early Childhood 这个项目是没有受到澳洲AITSL认证的一个硕士 其他的三个项目 比如说他们的幼教和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这都是受到澳洲AITSL认证的 关于教学类的硕士课程的话 这你需要国外提醒大家 教学类硕士课程呢 它的一个语言要求是非常高的 它需要达到语言 雅思四个期的一个水平 另外呢在申请阶段的时候 你就需要提供一份个人陈述 而且在申请的过程中的话 你需要完成PKET的一个在线的测试 接下来看到的是他们的MASTER OF TISO 这个对外英语教学硕士 这个项目呢 它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但是呢可以接受减学分 假如你有完成相关的成人教育的 英语教学的一个证书的话 那么呢你可以申请 揭面50个学分 假如你本科是教育类的相关专业的话 那么呢你可以申请揭面100个学分 MASTER OF EDUCATION 它的一个录取的要求就是你 本科学士学位专业不限 亚斯要求也是需要四个期的 接下来是他们的教学领导力说是 教学领导力说是 他是一个一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在2月份 亚斯要求也是四个期 他需要你本科学士学位 然后是教育相关专业的 假如你本科不是学教育专业的 但是你有完成一个 教育类的研究生文凭课程的话 另外再加上一个两年的工作经验 也是可以申请的 接下来是人文社科学院的硕士课程 人文社科学院的硕士课程呢 只需要双推均分 也能够达到82%就可以了 亚斯基本上是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他们的出版与传媒硕士 创意写作出版及编辑为硕士 他的一个亚斯要求 原要求呢要求亚斯总分7 写作不低于7.0 其他单项不低于6.0 翻译类的硕士课程呢 它对你本科专业是没有限制的 另外应用语言学的话 它对学生的背景要求也是没有限制的 包括艺术执行硕士啊 这些课程都是不需要你本科相关专业的 出版与传播硕士 也是不需要你本科相关专业的 他们的艺术策展硕士的话 没有要求你本科一定要是 艺术策展的一个专业 但是呢它对一些相关的科目是有要求的 他们的创意写作出版与编辑硕士的话 也是对你本科专业没有限制的 相关的专业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话 可以申请减学分 他们的犯罪学硕士课程 他们的犯罪学硕士课程的话 对于学生本科的背景是没有要求的 但是假如你有过相关的专业的一个学习 或者是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话 那么呢是可以申请减学分的 另外是文物保护硕士 文物保护硕士呢 也是对学生本科专业是没有要求的 接下来是他们的社会政策硕士课程 社会政策硕士课程呢 也是对你本科专业不限的 相关专业或者是有荣誉学士学位的话 都是可以申请减学分的 另外是他们的发展研究硕士 发展研究硕士呢 它也是对你本科的专业是没有要求的 过相关专业的学习 或者有过相关专业荣誉学士学位的话 那么呢可以申请减学分 国际关系硕士 国际关系硕士呢 它也是一个一年到两年的一个学制 根据学生之前的学习背景 包括工作的一个情况的话 可以申请减学分 还有公共政策与管理硕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硕士呢 也是对学生的本科专业背景 是没有要求的 接下来是墨尔本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 墨尔本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大部分的课程呢 都是二月份开学 没有七月份开学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他们的 Doctor of Facial Therapy 理学硕士课程 这是一个三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在二月份 雅思要求大家要注意一下 写作不低于7.0 其他单项不低于6.0 对你的本科专业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呢要求你是 十年内完成的一个 本科的一个学习 另外呢 你需要学过 包括人体解剖学院 包括人体物理学啊 这一些 Master of Advanced Nursing 高级护女硕士课程 这是一个1.5年的学制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这个项目呢 它是需要你本科是护女专业的 另外呢 有过一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需要你已经是一名注册护士了 下面一个是他们的Master of Nursing Science 护女学硕士 这个项目的话 跟之前的不一样 它是两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呢 是2月份 前面那个是1月和7月 雅思要求会更高一些 要求雅思写作7.0 其他单项不低于6.5 目前这一个硕士项目呢 是受到澳洲护士及助产师协会认证的课程 就是你完成这个项目之后呢 可以申请职业评估 做当地的注册护士 这个项目呢 对于你本科的专业 是没有做要求的 另外是他们的言语 并语学硕士课程 这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2月份 雅思要求总分7.0 单项不低于7.0 这个项目 需要你本科是相关专业毕业的 另外还有他们的 临床听力学硕士课程 临床听力学硕士课程呢 是2月份开学 两年的学制 雅思要求总分7.0 单项不低于7.0 需要你本科是自然科学 或者是健康内相关的一个专业毕业的 他们的社工硕士项目呢 也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2月份和8月份 雅思要求呢 总分7.0 单项不低于7.0 他对你的本科专业 其实是没有要求 但是呢 他需要有学习过至少一年 一个长度的 包括社会学学习呀 这样一些的课程的一个学习 需要提供一份PS 他们的公共卫生学硕士课程 也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开学时间是2月份和7月份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对于学生的专业背景要求 是不设限的 这些是他们的科学学院 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学院 他们的硕士课程呢 针对双费的学生来说 你的均分有个84%左右就可以了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另外呢 你需要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 才能够申请 开学时间的话 有一些课程 它是2月份开学 没有7月份开学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是他们的 兽医级农业科学学院 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的农科学硕士课程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 双费学生申请 只要均分能够达到80%就可以了 雅思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对于你本科的专业的话 你申请两年 它对你的本科专业是不设限的 另外是他们的 食品与包装创新硕士 这个项目呢 也是双费学生申请 均分只要80%就可以了 他们的食品科学硕士 食品科学硕士呢 对于双费学生 均分只要80%就行了 是一个两年的学制 那是要求总分6.5 单项不低6.0 它需要你本科是相关专业的学生 才能申请的 最后呢 是他们的艺术和音乐学院 他们的艺术和音乐学院 他们的Master of Music Performance Teaching 这个项目呢 它是一个1.5年的一个学制 开学时间呢 是2月和7月份 对于双费学生的申请的话 均分只要78%就可以了 需要你本科是音乐专业毕业的 才能申请 今天呢 关于东方本大学 双费学生 假如你有90分的话 那么你能写几个硕士课程的 一个分享呢 在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的 斯特曼老师 我茉莉教育呢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 澳洲 还有就是 新西兰 还有香港的农学申请啊 签证办理 还有就是 农民办理 等这些业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的阿玉老师 茉莉教育 我们留学申请 签证服务到后期的 接级和住宿 都可以提供一个 便捷的服务 给您自考的游学体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的 詩纳艾老师 茉莉教育专注于 在线上的线下 给大家提供留学 或者移民服务 詩纳艾老师的企业 有着十年的工作 以及管理经验 以证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 两个角度 给大家提供留学 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茉莉教育 建立老师 茉莉教育 虽然在网络 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弃的服务 在外面 也不怕死 嗨 大家好 我是阿里 现在不是在高中大学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艾米 现在艾米所在的位置是 莫拉什大学 位置上去的莫拉什玻林 莫拉什区院 我为您申请商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学校管理硕士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 你不要 姐姐 我让我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